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猫灵 最近相信大家都经常会使用到巴斯消毒液进行居家消毒 但在使用巴斯消毒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 你用对了吗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是我前两天买回家的巴斯消毒液 巴斯消毒液是一种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成分的含氯消毒剂 主要用于各种物体表面以及环境等的消毒 具有很强的杀灭病毒的作用 但是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和刺激性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否则不光达不到消毒效果还容易灼伤皮肤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第一点 使用前我们一定要佩戴好手套 口罩 防水围裙 同时建议大家佩戴护目镜 防止溶液溅入眼内造成伤害 第二点 在使用巴斯消毒液时 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勾兑 这里的比例非常重要 通常包装瓶上都有配置比例 我们可以进行参考 如果实在不知道比例 我们可以按照1比100进行配置 这里塑料瓶是500毫升 而瓶盖是5毫升能量 我们将它勾兑到一起 刚好就是1比100的比例 勾兑好以后摇晃一下 这样一瓶居家消毒水就配置好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浸泡以及擦拭物体表面 第三点 在使用巴斯消毒液时 不要与其他洗涤剂混合使用 特别是含有盐酸成分的洁测瓶 刷厕所的时候 不少小伙伴喜欢将洁测瓶与巴斯消毒液混合使用 看似强强粘合 却很有可能会把你尿倒 因为含氯消毒剂碰到洁测瓶里面的栓性物质 就会释放氯气 这对人的呼吸道需要损害等 严重时可能会引起中毒物 另外也不建议大家将巴斯消毒液与洗洁精混合使用用于清洁碗筷 哪怕单独使用巴斯消毒液清洗碗筷也是不建议大家的 虽然巴斯消毒液可以用来杀灭病毒 包括我们可以用它来洗衣服等 但是餐具毕竟是直接食用的 一旦清洁不干净 食用进去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 第四点 用巴斯消毒液漂白衣服也有讲究 漂白衣服时也不是所有的衣服灭料都可以用 它只适合白色的棉麻 迪伦或者混防的衣服 丝绸 毛 尼龙等面料绝对不能用巴斯消毒液 同时 漂白时长不宜超过一个小时 最好是10到30分钟 用的消毒液不要过量 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就容易导致衣服变黄 第五点 使用巴斯消毒液时 要用冷水不要用热水进行混合 用热水会导致巴斯消毒液里面的氯气挥发 人体一旦失入大量氯气是容易导致中毒的 怎么样 今天毛铃给大家分享的 巴斯消毒液的正确使用方法大家学到了吗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 不管我们是用来擦拭地板还是用来浸泡 都一定要注意通风 正确的使用才能使它的消毒作用发挥到最大 我是毛铃 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照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序点一个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做得更新鲜的小妙照 消毒了容易打赏支持明镜 谢谢大家